NEO 了世紀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海軍上將的比賽 YO 跟稻騰的兩位頂尖選手 來得完全比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紅色 這邊YO 選的是義大利人 大約10點鐘方向 那義大利人的特色 在海戰的時候 漁船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大學跟碼頭科技都有折客 生時代也有折客 所以這個文明是出人名的打折文明 一直打折一直爽 那義大利人呢 他的勒納弩手打騎兵單位有外增上效果 所以打馬國來說也是特厲害的文明 但是他的槍兵沒有大吉兵 所以遇到駱駝湖或騎兵國 這個勒納弩手才是主力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 這邊看到DOT 位於大約4點鐘方向 選擇了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 他的海戰優勢非常巨大 戰船的戰艦 有額外射一隻艦的效果 而且他的自爆船 這個爆破船 可以增加20%的爆炸範圍 德羅蒙戰艦 也有射程的優勢 整體來說 亞美尼亞人是一個海戰霸主 自爆船、戰船 還有投石車戰艦 全部都有加成 所以亞美尼亞人海戰 會比陸戰還要來得更強一點 那他的複合弓箭手 打這個防禦率高的單位 更有效果 而且像義大利人 有巨盾科技的存在 所以他的弓兵也是滿坦的 亞美尼亞人有這個複合弓箭手 也是穿甲單位 所以實質上來說 道德這個文明是完全Counter義大利人 但不管怎麼說 兩邊都有一個克制對方的方法 義大利人這裡有火器的優勢 火器優勢 可以阻止亞美尼亞人弓箭手 但是以海戰來說的話 義大利人就只有科技上的價格優勢 一定要把這個血球打出來 盡可能拿到優勢才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封箭世代會怎麼打 好 道德在後面補了一個碼頭 這就意味著道德是想要開農策略 沒有打算跟他前期打戰艦的這個數量上的拼比 因為很容易亞美尼亞人 雖然他有戰艦上的箭矢數量優勢 但他並沒有這個折扣上的優勢 或升級時代的這個價格優勢 所以道德開隊後面有點算是防守 異位 不想要讓YO這邊變成一個速城堡或速封箭 然後讓他自己價格上的科技上的優勢 去被換到太多的戰艦出來 所以道德這邊是打了一個蠻好的想法 從後面開局 那這樣他戰艦過來的話 折扣上的優勢可能就會稍微抵消一點點 道德也會比較安心一點 可以穩穩升到這個封箭時代跟城堡時代 做為防守 道德這邊是先補下了 這裡要再補個羅車 這裡有個細節 羅車要不要補這個位置 這樣就可以共享羅車 但是 沒這麼客家 如果是我的話就想要把這裡補個羅車 拔木的村民 跟這裡挖進的村民 就一起享用一個羅車 但是其中一方的 焊點 這個木頭可能會越來越遠 所以還是一人補一台羅車會比較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補了雙碼頭 看到YO這邊 送到封箭時代 馬上轉戰船 當然才趕快提升上去 但是這邊封箭時代 沒有辦法提升碼頭裡的科技 所以優勢來說 現在只有補漁船的這個價格優勢而已 道德這邊移上去也是打戰船 兩邊都是戰船開 那這邊有個細節 道德拉了一隻刺頭在下方 這樣就可以偵察到 到底對手是從上面來還是下面來 那如果上面沒有一艘戰船 下面遇到了 那這邊道德要往回拉嗎 那還是漁船要往右補呢 那家裡兩艘戰船過來 兩邊對射 這邊道德會有點危險喔 因為家裡已經遇到 但是已經有所防守 魚船往後拉 碼頭就去往後補 這樣左右兩邊的河道 就有自己的防守戰艦了 但是戰艦數量現在是道德稍微落後一點點 但是補下了第三個碼頭 所以現在暫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個數量應該很快就量產起來了 那亞美尼亞人在這個時候 還具有優勢喔 因為他這邊一級伐木點下去 會多40%的經濟加成 所以點下去如果是100%加成 那就是再加40% 140%加成 整體速度會變快很多 所以亞美尼亞人這邊支援量 會贏YO是正常的 YO並沒有採集支援的優勢 但是他只有折扣上的優勢 這邊可以看一下兩邊戰艦是怎麼做小作 九艘打九艘 這邊想要秀 兩邊都有一擊一射的狀況 那這邊就是看誰的 誰的操作跟細節 對方在射的時候千萬不能停下來 哇這個一停下來就被射到 好結果道德是比較先 早點下城堡時代的那一番啊 YO這邊有時代上的優勢 但是經濟並沒有那麼快上 好這邊YO是比較慢上一點點 這裡是五個人吃果 哇這個道德的經濟是怎麼搞的 怎麼可以那麼快上城堡時代 好奇怪啊 這邊是六人吃果的關係嗎 羊也有五個人吃 好YO這邊是木頭補了再更多一點 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好OK道德還需要兩百肉 跟升級弩砲戰艦的支援 支援量大概需要三四百 大概要四百多 而且還要點二級伐木 所以整體來說 上城堡時代至少五百肉左右 才可以把這些重要科技給點完喔 所以大家會看到說 欸道德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也沒有停止採食物喔 這個就是經濟型選手的一個細節 大家可能對現在的道德來說 會覺得他是一個開稿型選手 很多戰法 那他其實最強大的玩法 還是這個經濟型打法 他對於計算這些東西來說 他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玩家 好這邊YO居然上島 有想法 YO上島兩村 這裡是要打什麼呢 沒有挖石頭 這邊上島 意大利人有優勢的東西 不確定 打騎士嗎 打騎士的話 亞美尼亞人生旅科技是全開的 基本上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不是打騎士 就是打工兵 不然就打頭車喔 生頭有沒有可能 但是有轉這個馬就 所以也不是馬上就要去補這個生頭 如果打生頭的話 就很容易缺木 因為工程器製造所 跟修道院 都是非常耗費木頭的 所以如果打生頭的話 YO海戰可能會變得非常非常劣勢 好這邊 道成直接控住了 YO的馬頭 因為自己有生死帶的優勢 二級射 二級伐木 補貓戰船 戰道學 都依序補下了 好這邊上島之後 開始準備要按騎士了嗎 但沒有補馬卡 好上島道德好像沒有查局到的樣子 這時候道德應該就很奇怪 你的馬頭就這樣放棄了 戰船也離開 可能是想要生死帶 再回來包抄我這一坨戰艦 但其實他的目標 是要到道德家裡這邊補魚 待會再補一個馬頭 這四艘魚船 就可以正常補了 OK 這裡有預蓋一個馬頭 好右側這裡 繼續補戰艦往前補 好道德拆除了第二座馬頭 五炮戰船 趕快提升上去 好一打一人二級射 趕快找個機會點一下 哇先點一下異農 這邊按騎士 既然是騎士生女投石車 上島前壓 好那現在看到這個情況 道德有什麼打算嗎 好拉個幾艘戰艦回家 好這邊騎士進來 道德好像有意識到馬上圍了家裡 修道院的生女 遭翔到了騎士 好拉騎士趕快去處理 清醒投石車 生女趕快來遭翔 有視野了 這裡要自低騎士了喔 這不低調的話騎士就送回去了 OK 那果汁吃完了 家裡稍微微一下 這裡要不要也微死呢 好亞美尼亞人 黃金這裡沒有辦法正常挖 後面好有黃金嗎 看一下 黃金還有這一坨 左邊主機沒有先挖喔 最後一個碼頭 也要打掉了 現在海戰部分 道德是回家防守 但是歪歐的奴炮戰船升級 是取消了 看來是沒有打算要打戰艦嗎 這個取消感覺不太好 因為他取消是為了要讓騎士 更能安定的產生出來 而且不斷村喔 但歪歐這邊還是有稍微小小 斷村一下 來到17秒 跟道德差不多 好 亞美尼亞人 這邊直接鬼轉僧侶 畢竟亞美尼亞人的僧侶是全滿科技的 雖然沒有特殊效果 但是有這個救褚思想 神聖思想 宗教狂樂 陳寶斯在擋身頭 還是有一定的能力在的 並不是完全毫無招架之力 好 這裡一艘點掉 好 看到了 你的戰船 還是一般的戰船 不是奴炮戰船啊 好 往前貼路 結果戰船有 射一擊射 還是可以射掉奴炮戰船啊 奴炮戰船 趕快直接往前臉貼 貼的上去 但是兩邊的交換差不多 好 這邊僧侶招想一下 奴炮戰船招想到了一台 第二台招想到 OK 奴炮戰船全部換掉 兩隻騎士還活著 回頭一砸 沒有砸掉僧侶 這一波兩邊都是互相傷害 道德是稍微 被打倒了一些僧侶 但是馬上又可以補回來 而且戰船部分現在是道德的旋影 戰船部分繼續壓制 好 我還有這邊再補下了一個 新的 修道院 好 招想一下投石車 載一發不會死 神聖思想 剛好可以讓他苟住 一發投石車的傷害 偷偷回頭載一發 水 道德這邊 預判的非常好 直接點掉 這個投石車 出來的時間不太好 剛剛可能讓騎士去解決就好 投石車在家裡發呆也行 好 可是現在有僧侶在騎士 有點做不到任何事情 左邊的馬舟也沒了 要再補一個新的馬舟 出清奇兵 好 騎士王后 這兩個要被招翔了 YO有什麼策略 投石車出來砸掉一隻僧侶 第二隻僧侶能活下來嗎 沒有辦法 後方的僧侶 好 早想掉了這台投石車 最後YO帶來最後一刻時間 低調了自己的投石車 所以投石車直接倒地 好 這裡用奴炮戰船去防守 哇 又倒地 尷尬了 道德這邊 是非常有優勢了 這時候才補下織布技術 哇 這邊是點下了 除罪思想 這樣就可以招翔道德這邊的僧侶 好 抽進去 暫時沒事 好 僧侶慢慢開始量產起來了 好 道德也轉出了 贖罪思想 這樣也可以招翔敵方的僧侶了 兩邊海戰 前期沒什麼在打 反正都是在打登陸戰 那道德現在有海戰的優勢 看要不要把這個戰船全部 圍倒封鎖 讓YO沒有機會可以去補漁船 但是現在陸戰也有點忙 現在專心打陸戰 好 招翔到敵方僧侶 自滴 道德補下了一個虔誠科技 稍微抵抗一下僧侶的招翔 好 這邊招翔到僧侶 好 先砸一隻聰明 再自滴一下 這就是 信教大戰 看一下 這裡 再繼續招 兩隻招一隻僧侶 但是分開來了 一個招僧侶 一個招同時車 哇唷 這邊再繼續打僧侶 會有優勢嗎 再招翔一下 嗨一下這隻僧侶殘血活得下來 最後摁一下 反擊 最後還是被...掉 這隻僧侶趕快回頭招翔一下 但是有牽扯科技 還是被招翔掉了 道德這邊補了一根城堡 就可以解決這邊僧侶的騷擾 好 上面靠地 兩隻僧侶導光 好 僧侶一出來 又被道德的招翔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好 這次是由道德的招翔獲勝 哇唷 這邊沒有打算放棄嗎 還在補僧侶 這隻僧侶要不要取消 不取消就要送給100黃金 哇 黃金板沒了 好 這裡招翔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裡面有一台駝士車出來拍一下殘血 駝士車第一線沒有辦法招翔 到達這邊少了一隻僧侶 第二隻有點危險 我家裡的經濟看起來 沒有到太慘 現在開始重回海戰的道路了 直接轉火戰船 好 兩隻騎士稍微回頭 看一下能不能控制一下這邊的狀況 好 那這三個建築 守住之後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 兩隻騎士直接砍掉 前期變成 宗教大戰 反而不是打海戰 好 那邀恩尼亞人 這邊剪下了帝王時代 義大利人經濟上還差了一些 大概需要800多肉 就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好 三船部分 又被招翔 道特這裡有意識到 好 左邊部分 道特沒有再繼續往左側進攻 開始把戰船 開始到處 巡邏 跟防守 到處都會看到道特的戰船 但是遇到火戰船的話 落單的奴號戰船就會很危險 爾隆就被火戰船給單挑給擊破掉了 那道特這邊要重回海戰的道路的話 趕快在前面補些碼頭 讓戰船可以穩定出來 好 這兩個修道院 終於搞定 生女開始也上島去撿聖物了 島上的生物撿得差不多 現在看一下 現在道特有四個聖物 再加上這兩個生女 六個聖物 我的天 黃金蠻仔 好 道特這邊的漁船 稍微被騷擾到 三台漁船被騷光 戰界部分來到了十一艘 好 稍微拉錘一下 去著想 這個能夠著到嗎 沒有辦法 好 外遊這邊先上島 蓋一根城堡 在島上 現在要控住這邊支援點 不知道道特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了 你怎麼上島蓋寶呢 好 外遊這邊看到 趕快 拉戰船來防守 這裡有五隻村民 會不會傳難呢 OK 運輸船直接放回去 這裡可能要放棄蓋城堡了 這裡的戰艦數量不夠多 好 這裡敲到50% 待會看有沒有機會 再回來敲一敲 好 重型奴炮戰艦 升級好了 好 特的戰艦來到了最強狀態 霸水也才20秒而已 那現在YO時代上稍微落後一些 待會一上去趕快升級 重型奴炮戰船 感覺還是要打奴炮戰船 才有機會打得贏 畢竟亞敏亞人一貫技術爆破船點下之後 自爆船 這個東西 打火戰船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真的要打贏海戰的話 奴炮戰船才是重點 YO是提升了一下生旅的遭翔距離 下了航海技術 YO三級射 鐵點了 化學也補了 一級挖機 這時候才補 就有點慢了 挖機應該要早點補了 城堡是在左右應該就要補了 這個到時候這個補應該是忘記了 YO這裡是 選擇了 有炮戰船的路線沒錯 DOT 補下了銀貫技術 西里西亞艦隊 下回自爆船 這個範圍就會非常可怕 好 那這裡可以考慮傳寫德洛蒙戰舰 德洛蒙戰舰一出來 攻擊力8加1 12加1的射程 13點射程 跟這個工程工程師的火炮射程是一樣的 那亞密尼亞本身是沒有火炮的文明喔 所以給他這個德洛蒙戰舰加1點射程 好像也是挺適合的 好 那這裡YL點一下的造船員 可以減免一下這些造船成本 空位制度補下 DOT現在是有27艘戰舰 YL是19艘左右 好 德洛蒙戰舰要小心 有點太過前面 稍微往回拉一下 好 右側有一點動作喔 火戰船沿岸騷擾一下 好 DOT這裡是直接用戰船硬扛 但城堡一直在輸出 哇 這裡戰艦血量掉的有點快 這裡要撤要撤 不能再繼續打 好 投資車戰艦 打城堡很快喔 血量掉的非常快 好 但是YL也轉出了火炮戰船 好 這裡直接硬扛城堡的射程嗎 YL這裡有點危險 DOT有點危險 YL這邊反而是很優勢的一個狀況 好 現在戰艦要不要往全部左邊拉一下就好了呢 好 金銳火炮戰船 倒著野生捷上去 好 兩邊戰艦 一觸即發 下方 三台 德魯蒙戰船 繼續投石 想要砸 哇 差一點 還好YO即時拉走 很大了 這德魯蒙戰船可能要被奴炮戰船給收關喔 好 螯蒙戰船遇到的奴炮戰船是毫無抵抗之力 好 後方還有一台最新投石 加上德魯蒙戰船的火力夾擊 YO這裡是撐不住 這根城堡 最後還是被收拾掉了 好 投石的戰艦繼續往前壓制 後面兩台火炮戰船 無所事事 讓YO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道德拿下比賽勝利 哇 YO這裡打得很極限啊 道德這邊是硬扛著城堡的傷害 活生生的把YO的城堡給拆除 那YO也打出了GG 沒想到GG的時間有點早 但確實後期沒什麼機會可以打 畢竟爆破船一出來之後 YO可能會面臨雪上加霜的問題 優勢會越來越少 而且島上的聖物已經全部被搬走了 島上的礦也是被道德拿下 繼續打下去可能只是個慢性死亡也說不定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訂閱 分享 不穩定 再訂閱 1 0